熙熙攘攘的北伦河畔,多名越南库女频繁地往来于两国之间。 她们行色匆匆,暗地里坐着违背伦理的勾当。 越南女人言语不通,道路不熟,却可以自由穿行。 是什么人在接应她们? 她们之间的网络架构又是如何形成?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穿越边境的女人。 北伦河位于中国和越南之间,全长109公里,其中下游的60公里构成了边界线。 北岸是我国广西防尘港的东兴市,而南岸则是越南。 两国仅一和之隔,相互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 而在正常的往来之中,中国广西警方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现象。 两国是肯定是看样子像,因为我们跟太多。 他们身体带来不是一般的行李,好像是抱在怀里是婴儿。 我们觉得奇怪,带婴儿进来,怀疑它是贩毒。 我是这么怀疑的。 我都以为它用什么是把毒品藏在婴儿身上。 根据东兴市街面上安装的监控录像显示,有多名怀抱婴儿妇女频繁地穿行在边境线上。 形色匆匆,有时候他们还在夜半时分偷偷进入广西。 人才穿出来。 上面好像有个女人。 有两个人? 对。 你看着他们那个嘴上抱着是不是个小孩? 应该是个小孩。 看他抱抱的样子,应该是个小孩。 针对这些不正常的举动,警方展开调查,准备等越南妇女入境之后,进行跟踪,看看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 发现有个船过来,有个越南妇女带着个小孩抱着个婴儿过来,也上岸了。 但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她又回去了,又上船又返回越南去了。 是什么样的起的疑心,她又返回去了。 越南妇女为什么又返回了? 经过多次吞手,警方发现,在中国境内有人用手电筒给他们打暗号,在收到安全信号之后,船只才会入境。 很诡秘,像以前鬼际进村一样打暗号什么东西都会闪手电。 在边境现在晚上闪手电嘛,闪四下的时候应该是安全的,因为他们就顺利地就把他进来。 发现有陌生人,他也生命人的时候,他拿手电晃。 手电一晃以后,他又把船给倒回去了,他不过来。 行为越诡秘,越是有问题。 警方前三次蹲守都没有收过,一直到一个月后的第四次。 偷渡的船只确信安全后,才来到了河岸这边。 而在中国境内,也有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在接应他们。 车牌号是贵PC125。 当时手里面有个男的,手里面拿着手电筒。 警方立刻对摩托车主进行了调查,得知他是广西人,外号叫正二。 正二曾有过阻止他人偷越边境的犯罪前科。 那这一次,他是不是又重操就业了? 警方暂时不能确定,于是对他们展开跟踪调查。 还比较警觉,一旦发现后面的车辆跟随的话,车是不断转快一点。 我们有几次,差点给他们发现。 他警觉性很高。 当晚,正二带着越南妇女飞快的行驶到处穿梭,最后不见了踪迹。 警方立刻连夜布置警力,寻找他的下落。 到次日清晨,终于在一个宾馆的门口发现了他。 那名怀抱婴儿的妇女也在。 警方在静观正二和越南女人的下一步行动。 没想到,他们又骑摩托车回到了北伦河。 越南女人又回到越南那边去了。 只是,她过来时候怀抱的婴儿不见了,如今是两手空空的走了。 本来啊,两国的居民啊,相互往来,进行一些贸易活动很正常。 但是不正常的是,这些女人总是行色匆匆,有时候还是三更半夜的时候出动。 而且呢,还鬼鬼祟祟的街头打暗号。 所以呢,警方就怀疑,这些女人是拿孩子在做掩护,进行贩毒。 可是,又来人觉得非常奇怪的是啊, 他们每次抱着孩子来,离开的时候又空手而去,竟然把孩子给留了下来。 作为母亲,怎么可能撂下孩子独自回家呢?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婴儿有序无回,我们怀疑可能是犯外婴儿, 因此我们公安局案决定采取行动,对此案进行侦查。 必须搞清楚婴儿的下落,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犯罪活动。 最初警方怀疑,越南女人是利用怀中的婴儿贩毒, 接着又以为他们是偷越国境, 现在看来应该是跨国贩卖婴儿。 而且还是个有组织的多人团伙。 在对口案实施严密的监控下, 一个叫阿水的越南女人出现了。 有一个长得特别漂亮, 看上去我觉得不像越南人, 长得特别漂亮是, 怎么说呢? 反正你如果正常来说, 看见他抱着这个婴儿, 不会想到他是拐卖婴儿的嫌疑员, 你给你的感觉, 这就是一个很善良的母亲。 阿水的相貌出众, 在人群当中比较显眼, 警方发现他经常往来与中国和越南之间, 这一次他又抱着一个婴儿。 警方家阿水列为了重点嫌疑人, 通过对他的监控发现, 他身边还有几名越南女人, 其中一个叫做小妹。 阿水和小妹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在警方的监控当中, 似乎在等待着前来接应的人。 小姐一生没有哭闹过的, 就看到哪个, 最多看到用个奶瓶去喂点水, 那时候我们就怀疑这个小孩可能不对, 怀疑啊, 有可能被用了什么药, 让他们不苦苦难。 虽然孩子没有苦闹, 但是警方分析, 孩子应该是安全的, 就暂时没有采取措施, 直到一辆出租车的出现, 而这辆出租车, 已经不是第一次接送越南女人了。 小妹阿水又过来了, 没错, 没错, 就是她两个, 这个小妹, 这个阿水。 妈, 她们就两个小孩都很小了, 小孩, 小孩都很小, 哎呀, 这个太, 太, 真贵了。 警方分析, 这辆出租车的司机, 也是犯罪团伙的固定成员之一。 如果是一个越南女人, 就坐正儿的摩托车, 如果是两个以上, 就由出租车来接送, 那她会把两个越南女人和婴儿, 送到哪里去呢? 侦察员一路跟踪出租车, 发现他们会尽量走一些小路, 而避开大陆上的检查站。 这条小路来讲, 如果不是本地人, 很难发现的, 比较难走。 一路追踪之后, 出租车来到了一个长途汽车站, 然后就离开了。 看样子, 阿水和小妹打算从这里坐车去外地。 果然, 阿水买了前往广东接阳市的车票, 然后等着发车。 防城港六月份的气温已经高达30摄氏度, 看着孩子被捕在包裹里, 民警们一直很揪心, 想着孩子这么受罪, 都恨不得立刻扑上去将嫌疑人按住, 把孩子解救出来。 但是, 他们必须得克制。 如果此时, 我们公安机关进行抓捕, 只能抓到一两个犯卖一额的人, 其他的嫌疑人就会闻风而动, 这样真正的摸抄争承者也许就不能抓到。 警方判断, 这应该是一个不少于30人的犯罪团伙, 如果在没有摸清具体背景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那就只能抓住两名嫌疑人, 而且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指控他们贩卖婴儿。 警方分析, 这是一起跨国贩卖婴儿的案件。 不法分子是带着婴儿从广西入境, 再卖到广东去。 看着他们把孩子不当人事的对待, 这民警们就想立刻冲上去进行解救。 但是目前贩卖婴儿还只是一种推测, 如果贸然行动的话,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没法定罪, 而且还会打草惊蛇, 团伙其他成员肯定就会闻讯逃跑了。 经过艰难的决得, 广西警方将案情上报给公安部, 请求广东警方的配合。 最后大家确定一路跟踪, 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顺藤摸挂。 根据他们同胞这个情况, 我们就派了几个工作人员, 从高速路锁号大客车, 进入我们接用境内, 先去侦查。 广西警方一路跟踪, 广东警方则在当地接应, 而阿水和小妹在这里也有人接应。 两个女人把孩子交给来人之后, 没有停留, 立刻又坐上了返回广西的客车。 警方也随即兵分两路, 一路继续监控越南女人, 一路则跟踪两名婴儿, 来到了当地的一个诊所。 走到一个诊所, 一个诊所, 一个诊所呢, 有一个女的跟她接头, 就在那里, 交流, 以后这个报应额的这个东西就走了。 私人诊所内的女人是谁? 她在跨国贩卖婴儿的案件中, 是什么角色? 警方立刻调查了她的背景。 平年龄, 就是这个人, 根据我们这边说, 多日的排查, 不确定这个人, 现在是住在农村区。 她的职业就是一个医生, 护科。 警方分析, 诊所里的女医生应该不是买主, 而是中间人。 果然, 诊所里总是有人进出, 看起来也不像患者。 而婴儿就一直在诊所里, 直到三天后, 一个老人把孩子抱回了家。 他们家那天就抱怨这个婴儿人, 警方确认, 这户人就是婴儿的买家, 也就是拐卖婴儿的最后一个环节。 至此, 犯罪团伙的整个组织结构就基本清晰了。 然后到广东这样, 它牵涉的人很多, 你想想我们从路上运输的, 以小妹跟她水为主, 但是它还有其他六七个, 然后到了广东, 还有研判罪团, 整个网络事案的人有四十多个人。 底织已经摸清, 收网的时候到了, 警方兵分几路, 同时动手。 有小,有小,有小。 不用挡了, 不用挡了。 不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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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挡了。 黄尘港警方先将负责接应和运送婴儿的摩托车司机正二和出租车司机抓获, 同时还抓获了一名越南女人, 解救了一名婴儿。 暗尽的重要嫌疑人阿水也被抓获了。 另外几路民警也果断出击, 将多名负责接送、带路、介绍买卖的嫌疑人抓获。 几乎在同一时间, 广东警方也展开行动, 突击了负责中转的私人诊所, 抓获了中间人林彦玲等。 而上次从这里被转手的婴儿也获得解救。 警方将解救的孩子立刻送到了当地的妇幼保健医院。 进行全面检查, 确保孩子健康无恙。 能原力到他后悔吗? 在他,在他。 经过广西和广东两地警方的协作 这次共解救出了八名婴儿 但是并不包括以前被贩卖的孩子 这样的数量说明了 一个买卖人口的罪恶市场已经存在 一条黑色产业链也已经形成 如今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 但是他们只是几个抛头露面的虾兵蟹将 真正的幕后主使还没有浮出水面 他究竟是什么人 何以有如此大的能耐 能操纵着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的人来进行交易 这个罪恶的市场和黑色的产业链是怎么形成的 明天的节目当中 这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 我是徐俊 明天见 熙熙攘攘的北轮河畔 多名越南妇女频繁地往来于两国之间 她们行色匆匆 暗地里坐着违背伦理的构等 越南女人言语不通 道路不熟 却可以自由穿行 是什么人在接应她们 她们之间的网络架构又是如何形成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穿越边境的女人